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eith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8月24号 星期四哦 上个周末啊 真的算是非常痛苦的周末 有够热 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夏天看音乐季这么热 然后在那个环境底下 我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因为我之前呢去Fuji Rock Fuji Rock其实也是很热啦 但毕竟呢 它就是在山上 所以说早上还算凉 然后下午呢 大概到了四五点之后 就开始蛮凉的了 没有这么的热 我跟大家说 这个Summer Sony真的是热到不行啊 那它在海滨木章 就是算是东京市区吧 不算市区啦 东京的郊区 但是不是那种轻井泽的那种郊 因为Fuji Rock 严格来讲 我会说它算是东京的郊区啊 近郊 但是Summer Sony可算是超级超级近的郊 因为它就在千叶 坐个车也很快 我从家里开车过去 大概就差不多四五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真的算是在东京看音乐季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海滨木章也是一个电车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真的算是在城市里面看音乐季 不过这个音乐季还是有一半以上都是户外的哦 一半室内一半户外啦 我大概觉得全场里面 我最舒服的就是张慧妹的那一场 因为在室内哇 冷气吹好吹满 没有热到不行哦 我觉得这一次的Summer Sony 让我的感觉跟Fuji Rock不太一样 这真的是一个蛮棒的音乐季 因为毕竟呢 Fuji Rock的那种体验非常多 非常的舒服 只是里面大部分的歌手可能我都不认识 但Summer Sony可不太一样 里面的歌手我还认识蛮多的 所以会有一种在看这种演唱会拼盘哦 就一天付一次你们票钱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喜欢的歌手 在上面唱歌 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很红 但是我不认识的啦 好今天我独挑大梁哦 因为呢Fuji Rock的大头已经回台湾了 然后呢 阿泰跟呆呆呢又跑去露营了 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露营 然后我又很希望呢 能够赶快上哦 所以今天我就一个人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这一次去Summer Sonic的心得啦 这个叫做Summer Sonic的这一个活动啊 其实呢不是只有在东京游 它在日本呢算是东京跟大阪 两边都有同时举办 那所谓的两边同时举办的意思就是呢 像我们这一次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如果这个歌手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在东京唱的话 那他礼拜天呢 就会到大阪去唱哦 所以等于礼拜六跟礼拜天的line up 是两篇直接兑换哦 礼拜六的这一天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张惠妹 阿妹她这一次有来参加Summer Sonic 我在东京的时候呢 就是在礼拜六看到她 但是呢她礼拜天就在大阪 所以她唱完之后 就坐着心干线到大阪去了 应该整个团队都下去了啦 不过这两边的场子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哦 东京场呢还是蛮多室内的 像我看阿妹就在室内看 有冷气吹 但是大阪场好像就完全都是室外 整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我就在想说 好像可以下次去参加大阪场看看 是不是 不太一样的感觉 好我这一次呢 其实只有参加一天啊 只有礼拜六 我觉得还好我只参加一天 因为我上次去参加Fuji Rock的三天 我第一天第二天 还算是很拼的在看 第三天我真的是热到不行 我第三天其实中间就溜走了 这次的Summer Sonic 我只有买第一天的票 因为我礼拜天 其实还有其他事情啦 我又不像大头 或是阿太跟太太 他们是从台北特地坐飞机来 东京看音乐季 那你当然两场不看怎么行呢 当然是要连续看下去嘛 但对我来讲我比较没有差 因为呢 我就是反正住在东京嘛 我如果要连看两天 我也是两天去啦 我也不会在附近订饭店 讲到这个附近订饭店 我真的是热到 我非常羡慕那些 有职业在旁边订饭店的 中场休息还可以回去洗个澡 吹个冷气 睡个午觉再出来 好我就来讲一下这一次 这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整个场子呢 有分户外跟室内的部分 户外他其实有用一个棒球场 所以是一个里面应该可以塞得下 棒球场的话 两三万人是跑不掉的 可以塞下两三万人的一个棒球场 等于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大型演唱会 室内的场子呢 就是有点像是在南港展览馆里面办演唱会 所以他会有比较好的室内的灯光效果 然后有两个场子 应该说有三个场子是在室内 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场子是在海滩旁边 海滩旁边真的很舒服 我非常喜欢海滩旁边 因为他完全满足了我对于音乐记的想象 只是你在海滩旁边看音乐记 你是不能下水的 你真的就只是 他把舞台架在海滩上 然后底下一群人踩着沙 然后在那边看演唱会 这一次的海滩旁边这一场啊 是新野园的专场 不是那一场是他的哦 是整个一整天都是交给新野园来处理 然后他也邀了他的自己一些好朋友去 这个我待会再来跟大家好好聊 我非常喜欢在海滩的这一个场子 非常非常的舒服啦 那我其实大概十点多才到 就停好车之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交票 因为一群人去嘛 就跟很多朋友去 然后大家都是现场集合 然后还要分配票 然后换完手环进去哦 进去之后 哇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高 我就开始感受到这个热度了 我的第一场是看什么呢 我第一场其实是看New Jeans 我先跟各位广大的韩团迷道歉 我真的是不认识New Jeans 我是进去之后我才认识的 非常厉害 我觉得整个我有种被他们的笑容融化的感觉 就是那么热的天气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台上又唱又跳 他算是呢 在整个活动里面最大的场子 就是在这个室外的棒球场 所以他应该算是开场的第一个大团 就是New Jeans 一群小女生 一群韩国的小女生的一个团体 我完全 我之前还不认识他们 我还问了一下大头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拜托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他们 他们应该算是 我说韩团我只认识少女时代 然后就说 他们应该算是Blackpink之后 有可能当作是最强的女团了 你知道我那一瞬间 我还傻傻的问说 Blackpink不是美国团吗 他们是韩团吗 好 这个大家就知道 我对于韩团有多么的无知 请不要来骂我 我还赶快去查了一下 Katy Perry应该是美国人 不是韩国人吧 还好还好 我的无知没有这么的严重 总之呢 我就去看了这个New Jeans 真的非常精彩 然后我没有在一楼 我其实 因为我也不认识嘛 我就想要好好的坐着舒服一点 所以我是在三楼的看台 去看New Jeans的 那时候太阳才刚起来 而且在这一头呢 其实是有影子的 完全没有晒到太阳 然后还蛮舒服的看完这一团 我觉得非常的棒 不过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然后擅长的时候 动线没有做得太好 所以其实在一楼啊 的摇滚区呢 还蛮多人 真的太热 然后擅长又没有办法 马上离开哦 就中暑被抬出去哦 我看当天的新闻 据说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在Summer Sonic里面中暑 所以你知道 东京真的很热 大家要来看演唱会 真的所有的夏日 看音乐季的装扮啊 准备一定要做主 不能随便就走进去 否则一定是会中暑的 好我看完了这个New Jeans 之后呢 我就跟着一群台湾人 就全部冲到了室内 去看张慧妹 台湾人真的是超级多 我有点被吓到 你知道New Jeans呢 她还讲了很多日文 就想要跟日本的朋友们 打招呼 张慧妹 没有要跟你讲日文的啦 她讲国语 所有人全部都可以跟着上去 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这个也是真的是 从这个现象里面 你会知道什么叫做Summer Sonic 因为呢 这一个场子呢 基本上是不擅长的 她每一场结束之后呢 会有一些人就离开 然后会有下一场喜欢的歌手的人呢 就慢慢的往场子的中央走过去 所以像是在张慧妹的那一场 因为是没有放椅子的 所有人都要站着看 我抵达到这一个 所谓的山舞台的时候 前一场还在唱 那我就在后面就跟着听 觉得还不错 那结束之后 她们就散开了 我就往前面去走 走到我自认为 我已经算是蛮早到的 所以说算是蛮前面的位置 我离张慧妹应该就是个 大概三公尺四公尺的距离而已吧 算是蛮前面的 我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的看到她过 以前看她演唱会 都是要看那个荧幕 因为人塞太小了 我第一次可以盯着人看 盯着人看真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你就可以真的感受到 她在前面 然后比方说蹲下来吹电风扇 的那些感觉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前面的那一群人 其实都不会讲中文 然后这些日本人 应该不是来看张慧妹的 他们应该是要来看 后面的场次的 最后这个场子 几乎都被挤满了 因为到后面全部都是台湾人 应该说在我前面 日本人非常多 在我后面几乎都是 会讲中文的人 我后来问大头 大头说后面非常非常的嗨 但是我的前面 基本上不太嗨 因为他们应该 真的不认识张慧妹 我看阿妹出场的时候 一直很努力的 想要跟最前面的人互动 因为如果是一个 她自己专场的话 会买票在最前面的人 一定都是铁粉中的铁粉 一方面票不好买 另外一方面也特别贵 但是在我前面的那些人 可能都是因为后面的韩团 或是后面她非常喜欢的团体 她为了想要卡位 所以她就提早了 前面的两三个场次 就挤到最前面去卡位 那些人是谁 她不认识也无所谓 反正卡到位之后 她想要看的歌手 就可以在最好的位置看 像这一天的下午 就是有一个blur的场子 我有几个朋友 非常喜欢blur 所以他们就在前两场 别的歌手的时候 就已经在游滚区卡位了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非常好玩 张辉妹就在前面 跟大家打招呼 前面的朋友 然后你就发现 前面的朋友都没有反应 完全不理她 左边的朋友都台湾人很开心 右边的朋友也很开心 后面的朋友叫得最开心 但是前面的朋友 真的是大家非常的冷漠 然后她叫大家跳起来的时候 我前面的朋友 没有人跳起来 然后阿妹请大家 把那个手机拿起来 然后举灯 我前面的朋友 也没有几个人 把灯举起来 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这就是一个 Summer Sonic的精髓吧 因为那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 有没有被张辉妹圈粉 有可能不小心就被圈粉了 因为就会看到一些 她本来不认识的歌手 然后她也就跟着看下来了 阿妹大概就是前三首歌 唱了开场 然后唱了两首情歌 然后结束之后 就是有点像是原本演唱会的安口曲 就是大家就很high 全程大概就四五十分钟 那她就赶着新干线去大阪去了 然后离开这边之后 我就在室内可以吹冷气的地方 吃了午餐 吃了蛮久的午餐 也喝了不少酒 Summer Sonic的酒真的算是 比Fuji Rock便宜很多 然后饮料也比较便宜 所以整体的消费来讲 算是和蔼可亲相当多 后来我们就去大舞台 就是棒球场那边看世界末日 哇 我们在三楼 热到不行 那下午的西赛直接晒在我们身上 好热好热好热 热到我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但是你知道 那个在台上 我看那个主唱可是穿着那种 不会透风的长袖的衣服 然后还有那个小丑也还是戴着帽子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撑下来的 我看主唱已经全身都是汗 我在想说会不会下一秒钟 他热到直接摊在舞台上 真的世界末日要来临的感觉 好热 下午的那个场子 真的是有把我热到 那我看世界末日看到后来呢 我就决定要去海边 因为我想要去看新野园的这一个场子 下午的海边啊 其实算是凉快蛮多的 因为我到的时候 大概已经四点左右了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在沙滩上面看舞台 那今年非常特别的是呢 新野园他就是接下了这整个舞台一整天 我就在那边刚到的时候 我就看到新野园就直接走在舞台上面开始讲话 哇 他一讲话好多他的粉丝就往前冲啊 冲到前面去 他就说啊 接下来啊 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 新野园是主持人啊 他要主持整个场子 就开始介绍说 这个是他的好朋友啊 是一个DJ 非常有名的DJ 要开始放歌啦 大家一定要过来听啊 什么的 然后就聚了很多人 他就像一个DJ一样在那边放歌 然后呢 我就在海边 然后踩着沙 看着海 然后喝杯饮料 哇 非常非常舒服的 夏日午后 这完全符合我对于音乐季的想象哦 然后我就看着看着 人就越来越多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DJ丰丰 DJ丰丰呢 是我朋友叫我去看的 我说DJ丰丰是谁啊 哦 原来他是孤独的美食家 他就跑去放歌了 我记得新野园介绍他出场的时候 他就说啊 我们这个舞台上面有非常厉害的DJ 也有这辈子第一次当DJ的DJ DJ丰丰呢 就在上面放了半个多小时的歌之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舞台的前面了 就是已经走到蛮前面的地方 算是摇滚区了吧 我回头一看 哇 整个场面啊 满满的人 因为DJ丰丰结束之后 就是新野园要开始唱歌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现场看新野园 我真的是完全被他圈粉 你知道不是只有新野园 你知道新野园的粉丝的素质 真的是高到会把我吓到 他们往前走 有的比较高个 往前移动的时候 都要回头看一下说 有没有挡到人 然后我后来 我从新野园那边要离开 因为我提早离开 我要去赶最后的油阿收逼 你知道我一离开 所有的人全部空出一个走道让我走 然后里面的人呢 真的是素质很高 非常的温良恭敬让 连拿那个手机出来拍照 都会举的滴滴的 不会举太高一面挡到人 然后唱歌的时候跟着唱 然后每个都很开心 然后拍手啊 然后跟着跳舞啊什么的 我真的是有被吓到耶 我想说 新野园的粉丝真的是不一样耶 我完全被新野园的粉丝圈粉 有种粉吗 新野园的粉丝的粉丝 你会觉得当新野园的粉丝 好像是一件蛮骄傲的事情哦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感受 然后新野园出来他就说 然后新野园出来 反正他非常的有趣啦 他就跟大家说 我今天就是一大早就已经在舞台后面 当初呢 Somersonic呢 说要给我一个舞台 我说很棒 结果没想到他把整天的舞台都给我了 他就一整天都在当主持人 然后他就说这个 轮到他的表演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在唱安口曲 真的是有这种氛围在 有点像是他终于出来了 虽然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就是你看了一整天的新野园没唱歌 他终于要出来唱歌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舞台的气氛还是怎么样 他真的就是很松 我还记得他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就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一整天在这边唱歌 现在有点喘 让我休息一下 应该没事吧 我休息一下再继续唱 他就喝了水之后再继续唱歌 我觉得他有一种那种 我觉得他有一种累了一整天当主人之后 终于轮到自己的场子 拿起麦克风 然后在一种非常松的情况之下唱歌 因为你知道当你累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你要去面对一件事情就会特别的轻松 有点像是在学游泳 一开始呢 你会去游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轻松 但是到后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时候 你会用全身最舒服的方式往前进 这个就是好像开始有游泳的感觉 我当时看新野园的演唱会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心情 觉得他有一种就是已经用完所有最后的力气 然后我要用最轻松的心情来面对这一场演唱会 然后大家又在沙滩上非常非常舒服的一场 我是真的完全的被他全粉 我觉得之后我应该会去试着看看他的专场 那最后呢 我又要从这个海舞台 我要去看油阿搜逼 所以你知道这个海边的舞台啊 到油阿搜逼的山舞台啊 我白天走这一趟大概走了半个小时了 但是我为了想要去看油阿搜逼 我真的是用跑的 穿着凉鞋10分钟跑到 跑到我整个脚都快断掉了 我跑到一半的时候呢 还看到了油阿搜逼在森林里面 就是海边那边的路上呢 有一个行动图书馆哦 我还停下来照了一张相 然后继续往前跑哦 一直跑到油阿搜逼哦 油阿搜逼应该算是晚上 你必须要二选一的一个场次 因为呢 新演员唱到一半 其实最大场的blur 就已经开始唱歌了 那blur还没有演唱结束之前呢 油阿搜逼其实已经开唱了哦 这种音乐季 你就是必须要随时面对这种 二选一的机会 所以我就一路跑 跑到了油阿搜逼的场次 不过油阿搜逼其实比较晚开场 因为前面就有delay了 哇 这个走进去啊 听说油阿搜逼每次要办演唱会 它的整个舞台效果 都是完全搭得非常非常的昂贵 比他们本身的开唱费都还要贵 所以很多的音乐季都请不太动他们哦 因为呢 他们整个布置场子 里面的整个装潢都非常非常的棒 这应该是我今天看到 声光效果最棒的一个场次 我进去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挤哦 人非常的多哦 然后他的第一首歌 直接就唱群青 一下去哇 整个里面大家都嗨到不行啊 我真的觉得还蛮庆幸的 就是我11月还要去看 callplay的演唱会 油阿搜逼当开场嘉宾 我还有机会再看到他们一次 觉得还蛮兴奋哦 哇哭哇哭哦 好我稍微总结一下我这一天好了 因为我只去一天嘛 你看这一天的票大概是 两万块钱 日币有早哦 早上可以看到韩国非常有名的大团 new jeans 然后又看了张惠妹 又看了新演员 然后当然有人就去看blur了 然后呢 我又看了世界末日 还看了 油阿搜逼 这个真的是 你光是看演唱会的部分 就有一种值回票价的感觉 因为大部分都是你听过的团 而且甚至有一些是你真的专程 想要去看的人哦 因为音乐季 它的摇滚区基本上都不化位嘛 所以你如果早点去你还有机会可以跟你喜欢的歌手 近距离的接触 不算接触啦 就近距离的看到他演唱会 你要拿到那个票有多么的困难啊 我自己算是像张惠妹大概就是在我三公尺前面 那新演员大概在我五公尺前面 感受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么近的地方去看表演 结束之后大头就问我说 你觉得Fuji Rock跟Summer Sonic哪一个我比较喜欢 坦白说如果真的要讲喜欢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Fuji Rock 因为里面的体验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Summer Sonic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不用犹豫就可以去的地方哦 因为在东京市区 然后你又不用过夜 那整个感觉又不太一样哦 那你就算从台湾来 它其实真的就在市区 你从成田机场 雨田机场 你就转个车就去了 大阪的话也很方便 所以你真的比起来两个我真的很难挑 体验来讲Fuji Rock我觉得大胜 但是如果说是以一个很划算 CP值超高的音乐季的演唱会 那我觉得Summer Sonic一年去一次 我觉得也不为过 不知道有没有在听的人两个都去过 你是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我这个坑真的是一路被推得很彻底啊 这个应该算是呢 我在做日本大特首一开始 那时候找大头来聊日本的音乐季的时候 他推的坑 没想到我真的两个都试过了 我觉得今年的夏天我特别的满足 因为以前的夏天在日本呢 我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看烟火 花火大会啊 或者是去参加祭典哦 但是今年呢 我反而没有去参加花火大会跟祭典 这些以前我常去的活动 我反而参加了两个非常棒的音乐季 在听日本大特首的各位收粉们 我相信大家夏天花火大会跟祭典都参加过非常多次了 我真的还蛮推荐 明年可以来试看看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的夏天 就是日本的音乐季 我觉得我明年应该也会再去试试不同的地方的音乐季哦 我给大家一个reference哦 我在参加Fujirock的时候 我以为大家的年龄层会偏低 但其实没有哦 你会发现非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 甚至我自己觉得整个年龄层甚至偏高都有可能 他们可能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去听Fujirock 然后被圈粉之后每年都去 然后一路的呢就结婚生小孩 然后就跟家人一起去哦 Somersonic的年龄稍微偏低一点 但是去的也是相当容易的 这今年夏天的音乐季 其实有点让我对音乐季的想象不太一样 以前我会觉得应该是大学生去的哦 我就很后悔为什么大学的时候没有去呢 但是去完之后我真心推荐大家 不管你现在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都可以来青春一下 听听看日本的夏日音乐季 好了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殊就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哦 然后追踪我的脸书和IG 还有还有真的 真心请大家帮忙推荐身边的朋友 一起来听日本大特殊 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